男子75公斤级的超级战 同胞选手是来自深圳胜利人和俱乐部的陈子俊 男方选手是来自美国的尼古拉斯尼克斯 陈子俊这两年的进步也非常快 比赛也非常多而且胜利相当高 那么他对手尼古拉斯我们看练得很杂 对非常全面柔树摔跤徒手国斗 太极拳都练过两年 也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选手 刚刚出场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些太极拳的一些招式 是的 那么我们看典型的还是尼古拉斯是MMA选手的比赛风格 是的 陈子俊是反架 所以上来之后后腿的扫踢出的比较多 那么双方进来之后我们看尼古拉斯 对拉的距离比较远 是的 做了一个虚幻的动作 其实综合格斗的战力技术 跟踢拳的战力技术还是有一些区别 打的这个章法和节奏 有时候你一直上来之后很难去掌握 因为距离比较远 喜欢单个拳法的后腿法突然袭击 这也是美国选手尼古拉斯第一次来到中国比赛 对陈子俊的这个后腿的扫踢非常冷 曾经这个后腿的高扫Q过很多人 是的 陈子俊也是在革命传奇打过了三战全胜的成绩 从电场赛新秀赛一直打到我们现在正赛 也是和美传奇这个擂台上见证了陈子俊的成长 对 对 曾经还是在往前压 反架不断的用扫踢进去之后 我们看陈子俊的这个膝是直奔这个尼古拉斯的头部去的 但是相对来说尼古拉斯的这个移动还是相当联合的 陈子俊对于陈子俊来说这一击必中的机会在第一局可能变不多 正是尼古拉斯低头防守的时候同时高扫 尼古拉斯的防守还是有些欠佳的 对 因为这个报价比较开啊 重心比较低拿的比较大 而且报价松散 因为拉斯的鼻子已经出血了 陈子俊再次高扫 如果是一直抡摆拳进去的话 刚开始陈子俊这个势头就很猛 这个蓝帽选手确实是MMA的训练痕迹 非常明显他是侧身向前攻进 他这个在站立攻击的时候他可以有下前抱摔 所以在他的一些战力打击技当中 他的身体姿势是随时 哦 撞到 哦 好准 看尼古拉斯进身之后下意识地要低身要下去去走这个抱这个陈子俊 那陈子俊也很聪明啊 是的 西法直接的迎击头部 转身腿这个距离显得有一些不够 虽然说现在场上陈子俊占具一定的优势啊 但是跟尼古拉斯这种MMA选手 特别这种风格的选手打起来的话 是也有一些不太适应了 是的 因为对手的距离把控和进攻动作的路线啊 跟我们战领选手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 对 你看这是做出了一些太极拳的还是一些巴西战武的一些姿势 做了一些花招 但是这些花招来说对于陈子俊都没有什么用 其实是的 本场比赛呢由长青集团也设立了万元的KO奖金 如果选手在内台上可以以KO的方式获得比赛胜利的话 就可以得到由长青集团提供的一万元的赛后花红奖 所以这场比赛陈子俊能不能拿到这一万块钱的花红奖 这个也是鼓励我们选手啊 积极进攻 增加这个比赛的精彩 其实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在这场比赛上 我们看啊 伊布拉斯虽然动作看起来有一些杂乱无章啊 但是还是有一些技巧 刚才做了很多动作就是巴西战武里面要试图做那个转身 白腿的一些动作 我们看那些侧身 四拳点过去 其实陈子俊呢是一个拳法比较健常的 一名选手 而且在南方选手包价比较开 比较松散的情况下 陈子俊主要是找好角度 缺乏的是重量 对 对手这种技术风格啊 跟平时的战争 不断前手刺拳来干扰陈子俊 对手 对手 厅上来 伊布拉斯还是想很放松啊 是的 对手 我 对手 但是左翼右翼都会转换自己的战架 而且从步伐上进攻方式上也没有办法去左翼 不好判断 所以说曾经军的命中率虽然很高 但是重击还是要再努力一点 因为尼古拉斯有着非常全面多种的格斗技术的训练背景 所以他的打法不断的改变 风格不断改变 大家认为这场比赛陈子俊希望他能KO的 大家给些掌声欢呼声听一下唐 这个转身白腿做的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一没有距离二没有力量 但是正好可以避开曾经往前追击的这个拳卡进攻 组绝一下线路 组绝一下线路 双方也都没劲了 看每次陈子俊的这个组合拳进攻的时候 尼古拉斯都会侧身对着对手 对 这个动作也比较危险 漂亮 又是hold拳 hold手拳塞进去 这会儿双方来到拳击时刻啊 这个连续拳法的进攻四拳夺散更多 对因为陈子俊也是特别擅长拳法 好漂亮 三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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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时候加一些拳推组合的话 来干上对手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给击嘛 去嘛 乌 推推了 踢 踢啊 转身摆拳 转身摆拳 十秒十秒衝一下 最后十秒 一秒 停 啊 滚 走 一致判定本场比赛 同方胜